印度一对结婚两年的夫妻 近来欢喜迎接第一个小宝宝的到来 没想到12日晚上母亲内哈在喂母乳时 一时破猴闯入他们家中 长久出征才12天的男婴阿鲁蛇 母亲吓得尖叫 父母赶紧追出去 邻居听到呼喊 也出来帮忙追捕猴子 众人一边追赶一边扔石头 企图让猴子放手 可当他们在屋顶找到男婴时 发现男婴脸部遭到重创 大家赶紧把他送医 可是浑身是显男婴早已没有脉搏 医员证实他已经死亡 印度媒体报道抢走男婴的破猴 稍早还曾攻击附近的一名14岁女孩 当时还在睡觉的女孩只有受到轻伤 当地民众表示 猴子攻击妇女和儿童事件拼穿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气息力遭到破坏 所以生存下来的猴子格外凶狠 国际中心 最后外电报道